雪花牛肉 雪花牛肉是指脂肪沉积到肌肉纤维之间 形成明显的红白相间 壮似大理石花纹的牛肉 雪花牛肉还有大量人体所需的脂肪酸 所以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和追捧 但是热心观众方女士向我们反映 怀疑自己买到的雪花牛肉好像有问题 我比较喜欢吃雪花牛肉 有一次我去市场 看到也有卖这雪花牛肉的 我就买回来自己炒的吃 但是一吃就觉得和以前的味道不一样 觉得有点发柴 不知道什么原因 雪花牛肉属于高档牛肉 鲜香嫩 是人们选择它的主要理由 可是方女士买的这块雪花牛肉 怎么吃起来口感发柴呢 带着这疑问 我们来到了市场 进行走访 在走访中 我们发现雪花牛肉的价格 居然高低悬殊很大 方女士买到的 是不是就是这种便宜的雪花牛肉 同样都是雪花牛肉 价格低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探寻雪花牛肉的价格高低不等 究竟是为何 我们特意从市场上购买了两块 高低不等的雪花牛肉 和当事人家的雪花牛肉 一起来对比实验 我们来看一看它们 究竟会有何不同 经过外形的对比 我们发现这三块牛肉 颜色相似 但是脂肪的纹路却差很多 当时人家的雪花牛肉 和价格较低的雪花牛肉 脂肪纹路不规则 大小分布不均匀 大多数呈线条状分布 但是价格较贵的雪花牛肉 脂肪分布都是点状的 不会全部连接 下面我们分别将三份雪花牛肉 煎制 继续观察 它们还有何不同 通过煎制可以看到 当事人家的雪花牛肉 和价格较低的雪花牛肉 在煎制时 脂肪会和牛肉分离 而价格较贵的牛肉 在煎制时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种种现象可以表明 记者买到的价格较低的雪花牛肉 就是当事人所买的雪花牛肉 那这种牛肉是不是有问题呢 让我们继续调查 雪花牛肉 现场我们是拿了两块来 大家看一看 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这两者好像还真是区别挺大的 但是那种便宜的雪花牛肉 我也吃过 是哪种 就是那种 这个确实是便宜 你看 但是你们没有说到重点 这两种雪花牛肉 这肯定是有一种是存在问题的 但是我们却看不出来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是这样的 这个便宜的根本不是雪花牛肉 它就是普通的牛肉 那怎么会有那样的脂肪呢 大家会发现像这种 不是真正的雪花牛肉的 它是人工注入的 这种纹路是线状的 对 然后呢 这种纯自然的这种雪花牛肉 它是点状的 点状的脂肪 对 所以它是有很多